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是基督教宣導會 宣記中學的地理科學生 我是吳君宇 左邊的是黃森儀 右邊的是林樂軒 很榮幸今天可以在這裡 和各位介紹我們 地圖故事應用比賽的研究作品 研究的題目是 《將軍澳的空氣質素》 空氣質素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為了對將軍澳這個社區 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們決定調查將軍澳的空氣污染問題 所以我們圍著將軍澳在不同的地方 測量這個空氣質素 從而去做研究 我們先在這個study area裡面 選取了大概三十幾個彩樣點 量度不同的環境數據 包括不同的VOC和PM10等等 而在測量的過程之中 在測量的過程之中 我們就用了這個Protometer 也就是污染的測量器 來偵測二元浮粒子 以及其他有害的污染物 在空氣裡面的指數 它們的百分比 得出來的數據 再利用這個interpolation的方式 計算沒有取養的地方的空間數值 將這個point data 轉成一個service data 顯示出來 我們將每一個污染物的塗層重疊 利用顏色的深淺去將它視覺化 分析出來的結果 我看得出將軍澳的東面 也就是近清水灣的地區的空氣質素 相對較好 沒有那麼多污染物 也就是地圖裡面比較淺色的地區 由於空氣中有大部分的污染物 都是由汽車所排放的 所以我們初步推斷空氣質素 和車流會有一定的關係 我們在採樣點裡統計了 每分周的車流量 製成了右邊的塗層 發現並沒有我們所出現的我們的假設 例如在將軍澳廣場那一邊 車流明明不相對的比較多 但是空氣質素就比周圍的好 所以我們開始試一下 會不會有另外一種因素 去影響這個研究結果呢 我們想到綠色植物 可以有效幫助降低空氣中 有害物質的濃度 所以我們用了三個零相機 拍攝各個地方的相片 再配合顏色變形工具 計算了各個地點的錄化率 我們發現了在北面廣明園附近的 錄化率較高 而空氣質素也比較好 所以我們得出來的結論 就是錄化率和空氣質素 其實有很重要的關係 後來我們想到 或者建築物的高度和密度 也會是其中一個因素 所以就在網上的數據庫 拿到將軍澳地區的流域高度 作為ARK GIS內置的SIMS功能 生成了眼前所見的立體圖 當建築物越高 就越容易阻擋空氣的流動 搬染物也自然不容易被空氣帶走 令空氣質素相對較差 而這個做例子 也就是香港單車公園 空氣質素比較好 是因為這裡的建築物 是相機率比較低 亦都比較空曠 流域密度都是低的 所以就會造成一個好的空氣質素 綜合了以上三種影響空氣質素的因素 我們找到符合了小車流 高陸化率 低流域密度的地方 正正在環保大道隔離的 香港單車公園 公園裡面有空港的地方 使得空氣流通 來到空氣污染物 被風帶走 另外公園裡面也有不少的樹木 去減少空氣污染濃度 因此有一個理想的空氣質素 最後我們在研究裡面得出總結 張君澳的空氣質素受三大因素的影響 就是車流 獨化率 以及流域密度 我們也很期待 可以在未來繼續對這個環境進行研究 剩下的3D數據 還可以作後續研究 張君澳的屏風流 對空氣質素的影響 可能有關採光 以及對環境的影響 可能有關採光率 或者風流等等 都可以後續發展 多謝你們的聆聽 ru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